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一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 造成肝炎的病毒有分成ABCDE五种 以及台湾在1970年代开始去研究肝炎 但是直到1980年代 才真正的去落实肝炎的防治 可是在这之前 台湾人如果遇到肝炎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西医之外 还能够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里我们来请皮老师听我们讲解 皮老师 好 那么早期呢 跟各位同学分享 就是早期的时候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看中医为主 那中医其实没有肝炎这个名词 但是中医在早期 它就已经有肝这个名词 但是它不叫肝脏 有的时候是指一种方位 用五行来看的话 例如古人有说肝在左 可是你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说 肝是在右边不是在左边 那其实它是一个五行的方位 那但是呢 古人就已经有肝脏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是肝庸 所谓肝庸的意思就是肝脏里面长 一些农包 古人就已经知道了 可是古人没有开刀啊 那他怎么知道这些事 可见古代应该是有解剖啦 这就是解剖 那其实不知道那个病理 不知道病理 那炎这个字 可以跟同学分享 炎这个字 是近代西传进来以后 才有这个炎的名词 就是所以说肝炎肝炎 是肝跟炎合在一起 但是早期中医是没有肝炎这个名词 那中医怎么样观察 类似像肝炎这种东西呢 就是古代有很多形容词 比如说是股脏 股脏就是腹水 股脏 那肝炎呢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会黄胆 这个古人有很多描写 就是有黄胆 然后眼睛会发黄 然后可能尿尿也会很黄 然后人会变得很倦怠 然后吃不下 吃不下古人其实有一个名词叫 金克木就是 木就是指肝脏 就是伤到肝脏 那有各种的那种 等于说调整让他不要黄胆 治疗一些肝脏发炎的状况 但是一直其实不知道 那个叫肝炎 那一直到后来就是 我举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中医 叫马光雅 他就是台湾早期治疗肝炎 最有名的医生 他说他当时从 因为他原本是湖南人 他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 他发现台湾人非常多肝炎 这个症状 但是他当时就是 大家都说肝不好 肝不好 所以他就发现很多人说 肝不好的状况 他就去用中药治 中药治 那西医很多就是说 这个叫肝炎 可是当时分不出来是 ABCD什么肝炎 只知道是肝炎 每个人都说他是肝炎 他就去找中医治 那他说当时中医 因为他找文献 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所以他就用直接看 中医的古书说他有什么症状 比如说眼睛发黄 比如说尿尿尿不出来 尿尿尿不出来就 肝丝疏泻 尿不出来以后他就会附水 他的水会全部集中在腹部 那那个就快到末期了 所以要让他恢复正常运作 一定要先尿出来 所以古人就是用一个叫阴沉耗汤 那个就是让他排泄的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治 然后治了以后呢 他的效果还不错 因为他的一案后来出版了 他第一个治疗的成功的案例 就是他有记录的 他有记录的第一个案例是 民国五十六年 一个女生就是得肝炎 然后已经附水 附脏 然后眼睛发黄 他就用中药治 把他治好 所以那个女孩 最原本是在西医院休息 可是西医就说这种办法 没有办法治疗 肝炎没办法治疗 所以就说那你帮我治 那中医 他就那个时候就帮他治 死马当活马医 就没想到就治好了 所以他后来就是一炮而红 后来很多人都去找他治肝炎 可是后来他就说他慢慢 慢慢到了五零六零年代 其实到七零年代以后 差不多检验技术就慢慢好了 所以他说到七零年代以后 他那个时候从民间一个医生 开始到中国医药大学当教授 他到中国医药大学当教授以后 他在西医的病房里头 看到很多人有各种肝炎 那个时候检测技术已经还不错 所以检测技术不管是A肝还是B肝 他就发现慢慢归类说 原来我以前治的一些肝炎 其实他有一些西医的分类 ABCDR什么这样下去 可是中医可能就是湿热型 可能就是有些是湿热 有些是气虚型 他有分好几个辨证 他就把那些东西大概结合起来 作为他就是出书 然后当成教学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得肝炎的人都去找他治 还有肝癌的也有很多 因为到最后肝炎都会得 到最后如果不治好都会得肝癌 可是当时人其实不知道 这个基转是很后来1970年代以后才知道 说原来B型肝炎或西型肝炎 他待遇一段时间以后 他最后那个病毒就会导致他肝癌 可是以前台湾人不知道就是非常多得肝癌的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谢谢皮老师 刚刚皮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两个点 一个是老师有提到说 当时候的台湾肝炎非常流行 肝炎非常流行 所以当那个中医师来到台湾看到 怎么好像很多人都有类似肝炎的 不算说肝炎 但是是肝的症状 那另外一个他还提到了民国56年 也就是19567年的时候 他医治的那个案例 那这里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皮老师 一是您所提到的 当时候中医师或者西医师看到台湾肝病的 这种流行的概况 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跟我们提一下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流行的程度 好那主要是这样 就是说早期 中医是因为没有肝炎 他在跟看以前的古书 然后慢慢去摸索 那西医的部分是这样 西医其实当时就是 他们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当时几个研究肝炎的先驱都发现一件事 就是台湾人得肝炎 很多到最后就是 他发现台湾人非常多人得肝癌 都很多人得肝癌 可是为什么会得肝癌呢 当时有一些说法就是 营养不良会得肝癌 然后就是喝酒喝太多 那当时他已经对这个有点怀疑 他觉得有点奇怪这样 那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叫宋瑞楼 他好像是到了美国去做研究 他后来就是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人的肝癌 大部分都是喝酒 喝酒得肝癌 可是台湾人当时因为生活状况不好 所以很少喝酒 所以台湾的肝癌不是喝酒引起的 所以他就投入那个研究 跟当时其实有些人都发现说 台湾人特别容易逼肝带缘 台湾有非常多逼肝带缘的人 所以他就慢慢了解了解这件事情以后 就开始研究 那研究出来最后结论就是 其实台湾大部分得肝癌的人 其实是逼肝C肝带缘 到最后变成肝癌或肝硬化 所以他就研究出来这个 那研究出来这个就是 其实当时是引发世界很多关注 因为当时那个就陈建仁 就是现在的副总统 前一届副总统应该这样讲 那他就是为那个肝炎盛战那本书写序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说 这个是台湾当时一个 受国际瞩目的一件事情 因为研究出原来B肝C肝会 到最后会肝癌 这件事情是1970年以后才知道的 在1970年之前 大家反正就是肝不好 肝不好到最后 怎么不好呢 就是得肝癌 就死了 所以当时也不知道是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可能他营养不好啊 是不是太累了啊 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文化 跟我们的意识中还有那种就是 我们太累会爆肝 其实累根本不会爆肝啊 但是我们会想说那累 为什么是肝脏爆掉呢 其实不是啊 过老死大部分都不是肝爆掉 过老死是心血管啊 心脏突然shut down 或怎么样 过老死不是肝爆掉啊 所以但是台湾人都说 我这很累啊 爆肝 所以我们要喝一些 补肝的产品啊 什么有没有 你看常常看到 喝什么爱肝啊 什么 它就叫肝哦 其实很累跟肝 没有什么关系 很累 你如果是肝病很累 那个已经是病了 不是因为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因为 我们工作很累 然后肝就不好 不是这样 但是早期台湾人都害怕 这个人常常都 都都精神不好 一定是肝不好 就是那个基因已经 那种文化那种概念 已经升值我们心里 可是你现在 现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 就是应该是我这代还没有打 到我下一代 应该说1986年 1986年是全民接种 那个肝炎疫苗 B肝疫苗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的在下一代 他B型肝炎就慢慢没有 那我们台湾的肝癌 的盛行率整个下降 为什么 因为就是打 B肝疫苗 那所有的B肝的 肝脏 最后发炎 然后到最后变肝癌 这种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肝 全台湾的癌症第一名 已经不是肝炎了 是肺癌 因为空气不好 但是已经不是肝癌了 因为我们有打疫苗 所以这个就是改变了整个 一代人的那个生活 你现在一般人 不会说什么肝脏不好 他最后肝硬化 负水什么 其实你透过检测 发现如果他不是什么代源 一般肝脏都比较不会出问题 除非是后天那种 不明原因得肝癌了 不然那种病毒性的肝炎 到最后变肝癌 已经可以控制了 谢谢皮老师 皮老师刚刚给我们两个 很大的震撼 一个是原来我们 可能过去认知中认为说 得肝癌是因为喝酒喝太多 所导致的 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 而是因为导致我们带有那个B肝 或者是C型肝炎的病毒 另外一个是原来我们认为的爆肝 就是这样身体的疲劳跟肝炎 是不一定一致的 这里可不可以请皮老师 跟我们多讲解一点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认为说 劳累起因于肝的不好 那因为这样子早期 早期因为没有什么检测 就是你通常是肝 就是说肝不好的人 或者是其实得肝炎的人 他肝脏就是我们说B肝或C肝 他其实是现在我们的医学 可以测出那个病毒量 那病毒量到身体头 有一定的程度多的时候 或者是他活药的时候 你肝脏细胞就会发炎 慢性发炎 慢性发炎的话 你代谢就会变差 代谢变差 你就会感觉疲累 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疲累的人是不是就肝不好 然后最后你肝脏就坏掉 然后就变成就爆肝 然后就因为肝病死掉 那早期有 我们之前有那个访问过一个历史系的 他也是读历史的 他就说他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肝炎 他就说有一次 他就是觉得很累 然后很累以后 他就到那个寝室睡觉 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一睡 一天24小时 他可以睡20个小时 因为他太累 就是一直很累 然后就是不舒服 然后倦怠 吃不下东西 结果呢 他说他睡了一个多礼拜 他好了 可是呢 后来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 医生就说 很惊讶地发现 他已经有鼻肝的抗体 就是他已经得鼻肝 然后康复了 那后来我就有 我也有去请教那个医生说 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知道 肝炎这个病毒是很特别的 你好了 你B型肝炎 你比如说你得肝炎 然后你好了 可是你的病毒还是在身体里头 它可能会在你其他的细胞里头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变潜伏了 你就变成代源了 然后你就会感染给下一代 比如说妈妈垂直传染 就下一代就得肝炎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 他就是一个活动的代源体 可是他没有很强的症状 有一天当病毒量在增高的时候 或者他生活状况不好的时候 或者也许老累 压力大各方面 他病毒量开始上升的时候 他又开始倦怠 又发炎了 那你这个东西 如果不去控制他的话 他的病毒在肝脏里头 一直这样反复的发作 就会肝癌 所以早期人不知道 早期人只是觉得说 奇怪 我怎么说倦怠 休息一下 喝喝水 休息一下 好了 那没事了 其实不是没事 是肝炎的病毒还在身体里头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西医也没办法 就是西医就是给你营养支持 让你多休息 反正就在那边休息 就看你那个 那中医这个时候就会去治疗 那中医那个时候 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 因为他治疗以后 你的肝 你的倦怠 黄胆 这些症状都会消失 可是还是那个老问题 你也不能说他好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 他的病毒量是 到底是少还是倒没有 那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个 一定 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不是新冠肺炎 大家都说 那新冠肺炎 那不是已经好了吗 那为什么检测 下次核酸检测的时候 他又有人呢 因为其实他有病毒啊 他还是有病毒 只是核酸检测的时候 他病毒没有到一定的量 他就会变成阴性 可是当他好了以后 那我们在第二次二采的时候 他病毒量上升的时候 或者是采验的时候 有一些因素 或者是他还不够准 他就会又富氧 代表他没有完全好 他身体里还是有病毒 可是那个病毒 在新冠肺炎可能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甚至没有症状 跟鼻肝一样 鼻肝很多人也没症状 可是他其实已经在 肝脏里头带原 那等到你就发作 反正你就反复发作 反复发炎 反复发炎 慢性肝炎 那你就会 到最后就会肝癌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得鼻肝 现在鼻肝也治不好 一样鼻肝治不好 而且他没有办法治好 他只能 现在基本做到 现在基本做到就是两个 只要你做到就是 基本上鼻肝就是可以说你 OK了 第一个就是产生表面抗原 表面抗原阴性 就找不到 找不到 第二个是身上有抗体 那你就没事了 可是你身上可能还有病毒量 可能会反复发炎 那怎么办呢 所以才说 如果你曾经得过鼻肝 你要定期做肝功能检查 肝功能检查就是检查你 比如说GOT GPT 你都没有升高代表你没有在发炎 没有在发炎就是 那个病毒已经沉疾了 那你就不会反复感染 你得肝癌的急剧就会下降 是这样子 谢谢裴老师 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肝脏还是 主导着我们是不是会劳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我们这个坊间 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关于养肝的物品 那些养肝的物品里面尤其很多运用到中药的原理 可不可以也请皮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其实坊间有很多什么保肝丸 很多 保肝丸很多 那西医也有一些像是肝脏补充的营养剂 那这个我就有去问过那个医生 那因为那个是西医 西医的态度就是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对肝脏好的产品 没有一项可以证实是对肝脏有正向益处 他是这样讲 他是这样讲 但是因为他不懂中医 但是因为中医从古代到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养肝 养肝跟几个东西有关 第一个就是当你没有肝病的时候 那样古人说要多吃一点酸的 是没有肝病还是有肝病 就是有肝病或没肝病 你都可以吃一点酸的来养肝 那像现在春天 现在是春天要迈向夏天 那在春天夏天这段时间就是 古人说养肝最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要吃一点酸的 因为酸入肝 你吃点酸梅 乌梅 青色的 绿色的东西对肝脏也好 所以人家会说吃橄榄 或者是情人果 绿绿的 当然不要去腌制 腌制都不好 但是就是吃这些酸的 有这个 有这个青色的 这种东西都对肝脏不错 那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 很多养肝 我们说养肝养肝 都跟苦有关 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有很多苦茶 有没有 养肝茶 养肝茶一定都是苦的 养肝茶一定都是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苦就泄火 古人就是说苦就可以泄火 那我们通常说肝炎就是一种火 肝火 肝炎就是一种肝火 比如说会口干舌燥啊 倦带啊 矮 矮气吞酸 会隔酸水 矮气吞酸 或者是一些倦带什么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些苦茶 当然要重视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要吃苦茶 他一定要有热相 就是他的肝炎是属于那种热的 古人会说肝炎有两种 一种是会发热 发炎 急性发炎 像蒙爆性肝炎就最急性 他发炎又会发烧 然后身上会有一些热相 那就可以用苦寒的药 可是有一些肝病 他已经绵延到比较长的时间 那个人有点虚 你就不能乱喝苦茶 因为苦就会泄他的气 他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补蟹病用 那中药有一个很有名的 大家可能听过叫龙胆蟹肝糖 有没有听过龙胆蟹肝 那个肝就蟹肝 为什么要蟹肝呢 因为肝就是 如果他肝气太旺 或者是肝脏有一些病血 你就要透过疏蟹 把它把病血排出来这样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 当然很多人都说那个不要乱用 因为也有人吃到洗肾 因为他以前台湾爆发过 吃那个吃到洗肾 因为那个里面有马兜磷酸 他弄错了 就是那个时候中药管理有问题 现在比较不会 现在GMP药厂 都会把那个马兜磷酸 那个东西剔除掉 他检测不能检测出那个 你不要肝没吃好 肾脏先搞坏了 所以你看台湾真的很多那种养肝丸 你就可以知道台湾人多怕肝脏出问题 什么都要吃一下 说肝火旺啊 熬夜 熬夜就肝火旺 就是要降肝火什么的 其实那个就是一种发热发炎的状态 谢谢皮老师 最后一个还就是想请问说 老师刚刚有提到了 民国56年的那位中医 医治肝炎的这个案例 那有没有其他的 中医医治肝炎的有名的案例呢 应该是说他 他就是治肝炎最有名的 那如果是历史上一些治肝炎有名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肝炎 主要就是治疗就是 他可能肝脏出现一些肝硬化症状 或者是覆水 那其实不是只有B型肝炎或C型肝炎 会导致肝硬化或肝癌 有一些寄生虫也会嘛 像是那个血溪虫 血溪虫在中国南方有很多得血溪虫 它肚子就会脏大 因为它那个血溪虫会在肝脏附近寄生 然后把你的肝脏功能破坏 破坏以后你最后就肝癌 然后就有覆水 其实跟肝癌生成一模一样 那那个时候中医一样 中医治疗的方法就是 沥水 然后想办法把他的身体机能恢复 他肝脏疏泄一旦好了 就不会再有肝癌的症状 所以那个也是算是一种肝炎 只是不是我们说的C肝B肝 对所以总之就是说 治肝这件事情 要很重视就是疏泄 就是吃一些中药 让他能够疏泄 因为得肝病的人通常都是面色发黄 然后尿尿排尿都不顺畅 排尿不顺畅 你身体的毒素就没有办法代谢出来 那最重要就是能够把它代谢出来 那西医在这方面是真的是比较少这种药 那中药治的是比较多 台湾很多中医像是刚刚那位马光雅 他后代的他的这个土地很多都会治这个病 就是肝病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情很奇怪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中医治肝病很有名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就是1986年以后因为注射疫苗 所以真正会没事就肝巴炎的人其实不多啦 因为他已经不会得B型肝炎了嘛 那C型肝炎那透以比如说有些是透过输血 或者是透过一些饮食 那现在我们饮食也比较好 真正得肝炎的人已经没这么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1986年以后 这个所有B肝跟C肝 现在C肝的药也都健保了 以前没有健保的时候非常贵 而且效果不好 那个副作用也很大 吃了以后会那个叫干扰素 干扰素 我就问过一个医生说 我要这个要聊一下这个肝炎 请教你一些专业的问题 他就说早期那个干扰素打下去 即使你很壮的人干扰素打下去 那个人整个就躺在那边不会动 因为整个都虚掉 他会对你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新一代的药物 现在B肝C肝的药物 都健保给付 而且都非常的安全 那你现在到了一个洗衣诊所以后 他就跟你讲 你会得干扰 我要小心 我们要追踪 然后你就吃这个药 我们都要健保给付 非常便宜 你就不会去看中医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讲到中医 你讲到肝炎 又讲到中医的 其实就是中医的发展 他在肝炎这一块 治疗上面 他失去了战场 因为他以前治疗是因为西医检验技术都不好 那现在他检验技术好 他可以验出你的病毒量 他也可以看出你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抗体 他也可以帮你打预防针 他也可以健保 他的药又便宜 然后又吓你 不来看肝癌 反正你就吃我药就对 而且这个药不能停 最厉害就是不能停 停了肝癌你自己负责 我就害怕 然后就是不要乱吃药 地下电台的什么 保肝癌通通不能吃 你就来看我就对了 那中医就没生意啊 所以你现在听到说 哪面有没有中医什么 治肝炎很有名的都没有 因为现在中医就 这块战场就等于让出去啦 被西医整个健保 和他的科技进步就吃掉了 所以现在的中医很少 很少说会治肝炎的 除非是部分有人比如说 他吃了西医的药 他有点不舒服 或是他想要调养一下 个别他会去找中医 所以帮我调一下肝脏的 那个状况 对那我以前也会啊 我自己肝脏也不好啊 你现在看我这样胖胖的 那个就是脂肪肝嘛 像我这种一看就是脂肪肝 所以那个时候西医就说 哇他帮我验那个GOT GPT 他说你那GOT GPT 看起来就是你肝脏处在那种 不是轻度发炎喔 已经有点中度发炎喔 GOT GPT到100以上 有点怪 我来照一下超音波 超音波要追踪 超音波一做他就说 你因为太胖了 那个肝脏外面都是油 你的代谢就很差 代谢很差 肝脏就会发炎 我那时候就说那怎么办 他就说就减肥嘛 但是减肥没那么快嘛 所以我就去看中医 这个怎么办 他说那就开龙胆蟹肝汤 就我刚刚讲龙胆蟹肝汤 我想说那你开龙胆蟹肝汤 给我吃的会不会洗肾啊 他说不会啦 像你这么壮的人 吃两个礼拜没问题的 你就吃吃看 他就吃了吃吃吃 吃两个礼拜 我又去给西医检查 他就恢复正常了 西医就说 你这个礼拜可能是比较 吃的比较清淡 睡眠比较充足 所以肝指数下降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也不能跟他讲 我在吃龙胆蟹肝汤 对不对 你不能跟他讲我在吃中药 不然西医会说 你不要乱吃啊什么的 所以就偷偷看一下 然后调好以后就暂时不吃 那但是终贵一句话 就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那个不要太胖 太胖就是肝脏容易坏掉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谢谢皮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的 中医说养肝 我们在这里面学到很多 关于中西医的静和 以及中医里面如何处理养肝的问题 谢谢皮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roles 这么似的 谢谢 谢谢